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允许在北京 天津 上海 南京 苏州 福州 广州 深圳和海南全岛设立外商独资医院 其中中医类医院除外也不包含并购公立医院 此外 在北京 上海 广东自贸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 还将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从事人体干细胞 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 以用于产品注册上市和生产 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 昨天有两个跟对外开放的消息 都是引起关注的 第一就是国家发改委正式宣布 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完全对外资开放了 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数一数二 所以如果愿意到中国来投资制造业的外资 我想不仅要有雄厚的实力 而且要有先进的技术 那么在中国投资才有盈利 但是更引人关注的就是国务院的三个机构 三个部委机构发出一个通知 就是你就准备 不是正式 但是已经放出一个信息了 就准备在八个城市八个地区 允许外资建立独资的医院 那么这个消息我注意到 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不仅是这八个城市 这个八个城市我们说除了中央直辖市的北京 上海 天津之外 我们看江苏有两个 就是南京和苏州 广东也有两个 那么另外就是福建的福州 以及海南省 海南省全省都是自由贸易港 那么外资的独资医院 我们说在1949年以前 那么中国的大城市有一些教会医院 这些教会医院口碑很好 因为他们这个医技术好 医生的技术好 这个医德也不错 这些医院49年以后 逐渐都改制为公立医院了 那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我们说这个不仅是解放号 就改革开放以来 那么现在中国正式决定 可以在八个地区设立外资的组资医院 我注意到这个内地的民众 就不仅是这八个城市和地区 八个城市地区的民众也很关心 因为这个医院 我们说医药 医院 医疗和医院 这个牵涉到可以说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 我这辈子不用到医院去的 所以这个医院的体制 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内地的民众 他们关心的这个外资的独资医院 他们关心有几个问题 第一 外资独资医院 他们应该会是投资比较大 这个技术水平 比方说设备比较好的 所以很可能会吸引一批 公立医院的优秀的医生 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中国的医生的总体来看的话 收入还是比较低的 跟这个发达国家相比 那么这也是造成了中国医疗 我们说这个医院 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不正直风 很多医生要收红包 跟这个也有关系 那么现在如果外资医院 人们是假定外资医院 他给医生的待遇都是比较好的话 那会不会那么跟这个公立医院 发生一个就是医生的这个争夺战 我想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 那么第二 这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说的 因为很多医生 这个内地的很多民众 他们都熟悉 比方三甲医院 都有很好的医生 如果这些医生去了外资医院 那么他们就会有些担心 那么这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说 那么还有一个从这个病人自己的角度来说 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 这个全国性的这个医保系统 那么病人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医 我们说一般的治疗都能够在医保报销 那么重病为难重症的话的大部分 也可以在医保报销 那么外资医院是不是也列入医保的系统呢 那么这也是很多民众 就很多病人或者是病人的这个家属关心的问题 因为好像这个外资医院对于中国的 我们说首先是这八个城市和地区的 这个病人的话 都会有相当这个吸引力 他们就先天就认为外资医院水平会比较高 这个用的药可能也比较好 但是如果医药不列入 外资医院如果不列入这个医保系统的话 那么很多说我们说这个中下阶层的这个民众 所有不是很高的民众呢 他们就不敢到外资医院去看病 但是这会不会也就是允许外资医院 设立外资独自医院的一个原因呢 那就是外资的独自医院 他们就面向的就是我们说 比较高端的这些病人 因为他这个收费可能比较高 而这些高收入的人群群体 他们可能不需要到这个医保去报销 他们自费就可以承担比较高的费用 但是呢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医学 我们说得到比较好的医学方面的照顾 可以看病也好 这个拿药也好 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这个就是国家允许 这个设立外资独自医院的一个原因 第四届中非论坛峰会 在北京举行大批非洲领导人到北京开会 9月4号到6号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时隔6年再度在北京召开 来自中国和53个非洲国家的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代表团团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出席会议 是近年来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 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 携手推进现代化 共筑命运共同体的逐质降化 他指出经过近70年的耕耘 中非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同时宣布将中国 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 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 中非关系整体定位 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 中非命运共同体 此外习近平还提出了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 十大伙伴行动 包括将给予33个非洲国家 全部税务产品连关税待遇 并在未来三年提供 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 推动落实十大伙伴行动 而在峰会期间 各方也一致通过了 关于共筑新时代 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北京宣言 和一份名为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25年到2027年 详细部署了未来三年 中非合作项目的各项安排 时隔六年 第四届中非论坛的峰会 在北京举行了 我们看到这个非洲国家 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的 集中有11个国家是元首 那么其他的都是总理 或者都是高级官员 到北京来参加 这样的一次盛会 那么这样的一次盛会 我很关注的就是 西方媒体怎么看 西方媒体呢 基本上是两种态度 一种就是直接就无视了 根本就当没有这个事情发生 但是一些大的西方的媒体 无论是电视台通讯社 还是这个报纸呢 对这样的一次盛会 还是有所报道的 但是呢 他们总是会在渲染一种细节 就是好像说中国在非洲 制造这个债务陷阱 那么这样一种论调 我觉得是非常荒诞的 那就他把这么多非洲国家的 领导人和高级官员 全部看成是傻瓜 好像他们就中国 在给他们制造一个债务陷阱 他们心甘情愿地 就要堕入到这个债务陷阱 那么但是也有些媒体呢 还是有一些比较客观的报道 我比方说 我们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次这个中非论坛 或者历届中非论坛呢 它的一个汇标 它用三种语言 就是这个中文 法文和英文 那么我们说 这个英文因为在国际上 是普遍使用的这种语言 很多国际会议都会用这个英语 作为它的这个 会议的语言或者标志 但是为什么中非论坛里面 会有法语呢 那么当然这个原因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这个 有所谓的这个法语非洲之声 过去法国在非洲 有很多的殖民地 那么现在这个非洲的很多国家 他们的官方语言 仍然是法语 所以这次这个中非论坛里面 能用的这个中文 英文和这个法文 那我注意到 法国的媒体 可能也出于 过去法国是一个殖民大国 所以他们对于这次中非论坛 也相当地关注 我特别注意到 这个有一个法国的媒体 他们采访了一个 法国的非洲问题专家 那么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他一直想把这个话题 往这个债务陷阱这方面去引 但是这位法国的非洲问题专家 相当地客观 我觉得他也相当地公正 他说他在非洲看到的 非洲国家的人民 普遍是欢迎中国的 因为只有中国能够为非洲提供 非洲所需要的 不管是这个投资 是一带一路 还是各种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产品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客观的一个专家的 这样的一种观点 同时呢 也有一些大的这个西方媒体 就关注到他们认为 这次在北京举行的 这个中非论坛的峰会呢 再一次表明了 在这个当前不是有所谓 世界南方之说嘛 而世界南方的核心就是中国 这不是中国自封的 而是在当前的 这样我们说在一个 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 这样的一个时期呢 它就这样形成了 这样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南方 过去我们都说发展中国家 但因为发展中国家 基本上都是在世界的这个南方 从这个地理纬度上来说 基本上是在南方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 因为你说世界大国很多 你像美国 美国这个也曾经 这个拜登总统也曾经 这个召集过一次 美国和非洲的这个峰会 结果参加这次峰会的 非洲领导人呢 相当的这个不爽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 并没有真正的平等的 这个对待他们 把几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把他们装在一个大巴 就开到这个白宫去开会 开完会就完了 美国总统也没有分别的 跟非洲的这个领导人见面 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中国真的是对大小国家 一律平等的这个原则 来的非洲国家的元首 全部按国兵待遇 习近平主席一个一个 跟他们会见会谈 这个对比就太明显了 所以呢 这个世界南方的这个核心呢 这个中国自己没有这样说 但实际就是这样如此 我还注意到 这次在峰会期间的 中国非洲这个峰会期间呢 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三国这个领导人呢 签署了一个协议 叫做关于激活坦战铁路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 而从这里我想到了 我们现在说这个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呢 这个 其实呢在70 可以说70年代 中国已经开始了 早期的一带一路 只是当时还没有 用上这样的一个名称 为什么呢 坦桑铁路我们知道 这是在197 在70年代初期 当时这个非洲的国家 就是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他们需要建立一条这个铁路 坦桑尼亚需要铁路 赞比亚是需要一条铁路 能够通往这个印度洋 但是呢 没有一个大国 无论是当时的这个 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 还是其他这个西方大国 没有一个大国 能够考虑 这两个非洲国家的要求 这两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分别访问了北京 那么向这个中国领导人 向毛主席 向周恩来总理 表达了他们希望中国援助的 这样的想法 那么中国领导人 这个经过考虑之后的 答应了这两个国家的要求 所以在70年代前期 就是1971年到1975年 正好在五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那么中国先后投资 大概是10亿元人民币 那么最多的时候 出动了15000名的铁路工人和铁道兵 那么经历了千难万险 那么最后终于成功地建成了 这个在东非建成了一条 长达1800公里的铁路 那么这条公路的开通呢 那么当时这个震动了整个非洲大陆 因为非洲人民 非洲各国人民看到了 一个远在亚洲的这个中国 能够为非洲建立这样的一个铁路 这个铁路修正以后呢 对两国的经济发展 对外交出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后来运行不散 这个非洲国家 我们说这个坦桑尼亚也好 赞比亚也好 对于这个铁路运行的运营 他们并不熟悉 那么后来呢 处于一个半停顿的这个状态 所以现在呢 这个中国 中坦 这个还有赞比亚 这个三国呢 这个决定要激活 那么虽然没有细节 但是呢 这个协议本身就表明了 未来三国要合作 那么要为这个 让这条铁路重新激活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现在看起来啊 这个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基建能力 还是这个投资能力 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 那么但是在40年前 50年前 在这个中国的国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中国就能够援助非洲的两个国家 建立这个修建了一条铁路 那么今天中国当然也有能力 帮助这两个国家 把这条铁路把它激活起来 我相信呢 这条铁路激活起来 那么再加上中国在非洲 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这个投资 特别是在基建方面 那么同时呢 我注意到 包括一些这个西方媒体呢 他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实 就是非洲国家 因为它普遍的来说日照 对这个太阳能的这个资源 是比较丰富的 而他们虽然目前经济发展 比较落后 但是呢 可以在不要建立 这个大量工厂这个情况下 那么发展绿色能源 而中国在这方面 又可以给予非洲很大的帮助 中国 俄罗斯 蒙古 决定要强化三国的经贸合作机制 近日 在国际刑事法院通缉令的压力之下 普京出访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蒙古 吸引各方关注 9月3号 普京与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会谈 普京指 俄蒙关系是俄罗斯亚洲外交的优先事项 两国通过在军事技术 以及反恐领域的合作 为保证亚洲安全做出贡献 呼日勒苏赫则对普京 在哈拉罕和战役胜利85周年 蒙俄合资乌兰巴托铁路协会成立75周年 蒙俄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00周年之际 对蒙古国进行正式访问 表示欢迎和感谢 双方一致认为 两国在众多领域仍有很大合作发展空间 随后两人就见证了 俄蒙签署有关能源 石油和自然环境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此外 普京还会见了蒙古国总理奥云俄尔 双方商谈了蒙古国与欧亚经济联盟 自由贸易谈判签订事宜 还就中蒙俄三国经济走廊建设尽快落实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 而在9月6号到8号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也应邀访问蒙古国 在乌兰巴托先后与蒙古总理 总统 及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进行会面 双方就两国政治 经济 人道主义领域合作等问题 交换意见 加强了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增进政治互信和相互了解 为促进经贸合作提供重要动力 普京到蒙古的访问 西方媒体聚焦的是 蒙古没有执行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 其实我当时就想到 蒙古如果真的执行了这样一个逮捕令的话 那无异于是自杀 其实这个普京总统在出访蒙古之前 在与蒙古媒体的发表的文章当中 就已经强调了 就是他此行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强化 要加强俄罗斯 中国与蒙古的经贸合作 特别是能源方面的合作 那么这其实是他访问的一个重点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 在普京总统离开蒙古之后 就到了俄罗斯的海胜崴 就是弗拉帝沃斯托克 那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就参加了这次在海胜崴举行的 东方经济论坛 而韩正在离开了海胜崴之后 就前往乌兰巴托 也就是说俄中两国的领导人 是先后到了乌兰巴托 那么三方面决定要强化 三国的经贸合作的机制 特别是能源合作 特别是俄罗斯的 要修建通过蒙古的油气的管道 从俄罗斯运输油气到中国 那么这个方案不仅已经确定了 而且看来蒙古在这方面 最终也做了一个决定 其实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蒙古它的北面就是一个大国 俄罗斯 它的南面又是一个大国 就是中国 蒙古的发展 就取决于它和俄罗斯的关系 以及取决于和中国的关系 当然蒙古也有自己的一些设想 比方说蒙古有所谓第三邻国 最先它指望的第三邻国就是日本 那么现在指望的又是美国 但是无论是美国和日本 我们说离蒙古都太远了 蒙古只能跟俄罗斯和中国合作 那么尤其是这一次普京到乌兰巴托 又跟蒙古方面一同倾注了 就是当时的苏联和蒙古 85年前在诺蒙罕 诺蒙罕其实在现在的内蒙古 那么当时的苏联红军 打败了日本的关东军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役 关东军那么从苏联方面来说 它也抱了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之仇 那另外当时斯大林同时要面临 要对付两方面的威胁 就是在西面要应付纳粹德国 在东面它要应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因为日本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 就不断地想试探 要从这个 而且日本军国主义 一直有所谓征服满盟 就是满洲和东北 还有蒙古 所以在日本占领了超前半岛之后 又在福祉建立了所谓的维满洲国 而维满洲国和蒙古之间的边界 没有正式划定 那么所以就双方 就当时日本军队和蒙古军队 经常发生冲突 那么最后就爆发了大战 那么那次大战当中 朱可夫可以说一战成名 这个大举揭灭了日本的关东军 那么使得日本就改变了它的这个战略 从此不敢在这个北上 就是再向这个苏联挑选 而改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东晋 东晋呢就是要把矛头指向美国 那么所以才有了1941年的这个珍珠港事件 所以这个诺蒙罕这个战役呢 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役 它使得这个当时的这个苏联可以摆脱 苏联和日本后来就签署了 这个苏日中立条约 当然这个苏日中立条约呢 在1945年也被苏联粉碎了 而且苏联当时就出兵中国的这个东北 那么就消灭了关东军 那么现在为什么俄罗斯和蒙古 又要来纪念这场85年前的这个战役呢 我想最主要是俄罗斯方面 同时用这个来敲打日本 以及敲打日本的保护伞 也就是美国 因为今天的俄罗斯 同样又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它说乌克兰还在作战 受到了来自北约的极大的压力 所以呢这个普京总统 在东方经济论坛强调了 就是俄罗斯远东的这个开发 是未来俄罗斯发展的一个关键 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开发呢 看成是这样一个事关 可以说是事关俄罗斯生死存亡的 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从这点我们来看 这次普京总统的 无论是他这个蒙古之行 还是他在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 这个经济论坛所发表的这个谈话 那么以及呢 韩正副主席在东方经济论坛强调 就是中国的东北这个改革开发 开发呢 与俄罗斯的这个远东的开发呢 是可以互补的 那么所以中国方面 当然也非常重视 其实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呢 占了俄罗斯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 但是它的人口呢 只有八百万 而且资源丰富 那是这个经济发展潜力虽然大 但是这个发展经济的 这个需要各方面的这个帮助 那么除了我们说 和蒙古的这个经贸合作之外呢 其实俄罗斯也希望得到更多的 来自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 还有包括这个其他东方国家的投资 其实我包括香港资本也有机会 让谈众好 本月的主题是 中苏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 本周的主题是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恩怨 上个星期啊 我们就已经讲到了 这个共产国际 它在这个领导 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时候呢 他们有 他们出发点 是要推动世界革命 但是同时呢 他们也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 以及这个本本主义 就是一切只是从教条出发 而不是从有关国家的 这个实际情况出发的特点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从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个关系 这两位都是 可以说都是历史的伟人 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可以看出 特别是在这个早期 从这个特别是从40年代 50年代的这个中苏关系 从这两个政治家的这个关系 就可以折射出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最早并不被共产国际 也不被斯大林 因为斯大林从这个20年代中期开始 就已经掌握了整个苏联的这个大权 也包括这个共产国际的这个大权 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革命是支持的 但是呢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呢 是从这个经验主义的这个角度出发的 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国家 那么既然是一个农业国家 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 那么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点 一个工人阶级不强大的国家 那么怎么可能推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呢 所以呢 他们对于毛泽东所领导的这个中国的革命 特别是毛泽东所提倡的这个土地革命 农村包围城市等等都不以为然 但是呢 后来这个他们也看到了 特别是在这个遵义会议之后 毛泽东所指挥的这个红军 能够逐渐地摆脱了困境 最后呢 这个转转到了陕北建立了这个根据地 那么然后后来抗战又爆发了 那么抗战爆发之后呢 共产国际也是认为这个中共 应该跟国民党合作 合作起来这个国共合作抗日 那么毛泽东为首的这个中共 他们当时也接受了 共产国际的这样的一种看法 但是同时呢 毛泽东也坚持中共 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 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抗战胜利之后 因为当时这个东欧国家都出现了 就是当时像这个法国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 都是在莫斯科的授意之下 也就是在共产国际是在1943年 就解散了 但是呢 莫斯科仍然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 有很大的影响 刚才我说的像这个法国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 他们在这个二战期间呢 都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那么当时在这个斯大林的要求下呢 法共 义共 都放弃了自己的武装 通过这个议会道路 这个成为合法的这个政党 那么参与了本国的这个政治进程 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国共两党呢 签订了这个重新协议 但是后来这个国民党方面 实际上撕毁了这个协议 向共产党领导的这个根据地 发动了进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中共 那么就国共的内战爆发了 但是斯大林呢 他曾经是希望这个中共 是以长江为界 这个中共就控制长江以北 而让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 但是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这样的一个要求 因为这个南北分治 是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最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战胜了 国民党 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那么苏联就成为第一个 承认中国的国家 这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今年要纪念这个中苏建交 到75周年 而斯大林对中国的态度 也完全改变了 从原来对毛泽东有所怀疑 不那么信任 那么后来就对毛泽东 高度的赞赏 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因为毛泽东是胜利者 但是中国建国之后 马上就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 那就是当时这个朝鲜战争爆发了 那么朝鲜当时 在美国介入之后 这个朝鲜的情况就非常困难 我们这个金日成一度要到中国 来建立流亡政府 而斯大林就要求中国要出兵朝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出于中国的这个利益出发 同意了苏联的要求 那么就派兵进入了这个朝鲜 而朝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整个东亚的这个面貌和结构 包括这个中国当时就放弃了解放台湾 那么至于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之后 对他的这个评价也是很有意思 一方面他反对斯大林大国杀文主义 但是另一方面他欣赏斯大林的强硬的手段 中美两国的气候行动特别工作组 正在北京举行相应的会议 美国的气候问题特使 也到了中国来访问 漫画家也招住了这个题材 但是这个题材本身倒不是说 是一个可以去蹊笑或者是去嘲笑的一个对象 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他就用一个手机的这个形式 那么表明了这样的一个议题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可以认真的合作 来解决问题的议题并不多 但是呢共同应付这个气候问题呢 却是两国都在努力要合作解决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时事热烂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